今天是十二歲到十七歲 青少年第三黨的BNT以鳳梨 對六月齊齊開始到六月二十四歲 總共安排二十三長州的航空做菜 集體接近六十六歷啟動 替齊主委第二黨以鳳梨已經孟五個月 而且不減重不良歡迎的青少年 趕緊以照到衛生局所幾位航空中处來住下 另外 真希望六十三更合佑醫療議所 開放給民眾接近 因應疫情七少新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 十二歲到十七歲的青少年 第二黨BNT以鳳梨和對家製第三黨應該要計五個月 同意市長不免費在了一合交開疫情歲明會 申報同意是 國中和各中心青少年BNT第三黨 接近將對六月齊齊來啟動 配合中央的建議 十二到十七歲的青少年接種完第二劑的疫苗 一定要間隔五個月 才可以再接種第三劑的追加劑 我再講一次 因為很重要 是你第二劑疫苗以後 一定要間隔五個月 才可以再接種施打第三劑的追加劑 所以只要您符合條件 就可以到嘉義市六十三家的院所 進行施打 另外從六月七號開始 然後會在六月二十四號以前 將會巡迴接種二十三家的國高中職 所以我們還是用雙軌的 會進入學校集中 然後同時也會在醫療診所 六十三家的醫療院所去接種 所以我們請家長不要擔憂 注意到您是不是已經超過 第二劑的接種已經超過了五個月 那就可以開始接種了 另外嘉義市政府衛生局也提出 沒有分年紀含著軍 建議比較真正對發病日 會才是比較真正開始 只要要計三個月後再出一方 另外設置嘉義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還有五十五歲以上的原住民 出口比哪天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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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加馬上一千塊的商品卡 還有兩多的快台四十多的方案 已經在等到六月底為止 請呼合主界民眾 報案議會瓜金正王主持 請請請問我們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